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第一道耿石 第一个摄像的过程 就是我们用高纹蛤 高纹蛤摄像的作用 主要是去除茶叶症的寝味 我们下草的量 一般在一两株 不能太大了 大了以后 对茶叶的摄像的云度 就是不均匀 等个手的感觉到位了以后 然后我们到第二道蛤的 就是底蚊蛤 这个底蚊蛤的作用 就是做什么呢 主要是整形用的 据程俊生先生介绍 霍山黄芽在砂青时 需用两口锅 分别进行高温砂青 和低温整形 在砂青整形时 不能用手抓钞 否则会是芽叶颜色发暗 必须要用一种叫 芒花肘的工具 在锅里不停地按三角形 采用条、剥、抖的手法 进行翻炒 这样不会损坏嫩液 又保持色泽鲜黄 同时又能使芽叶 百分之七十五的水分 得到均匀的散发 经过杀青和整形之后的芽叶 要先摊放在竹制的烘斗上 再放到栗树木炭火盘上 反复烘烤三次 第一次叫出烘 也叫毛烘 第二次叫副烘 第三次叫小烘 霍山黄芽在三次烘干的过程中 有一道最为关键的工序 这道工具就是把底腹底的 方向物质毁发掉 然后是有益的方向物质形成出来 然后还有在热化酸测试里面 是糖与氨基酸氨氨氨氨氨氨 然后形成一个叫糖氨化合物 还有它形成在毒粉类有一个裂壁 把自己转化成可硬性的毒粉类果子 于氧于水 还有在热化酸云中 它形成把这个叶禄素壁进行氧化 氧化了以后就是叶黄素显性 然后形成了叉糖 就是这个黄色叫荒糖 所以这是黄茶的是一个紧性的一个表现 霍山黄芽经过十小时的闷黄 颜色也已变成微黄色 而且芽茶的水分含量也只有5% 并肾意出一种特有的香气 显然霍山黄芽已经不再属于绿茶类的范畴了 而它产生的纯和绵爽的口感 以及绿黄清亮的汤汁 使它成为中国茶中独树一帜的另类品种 霍山黄芽是精品茶 市场需求量大 质量要求也高 而这种家庭作坊式的传统加工制作 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呢 据了解 陈俊生先生为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大化平镇创办了一座机械流水线加工厂 尝试将霍山黄芽传统的制作工艺 融入到机械化生产过程中 霍山黄芽从手工制作到机械制作 这在茶的品质上会不会产生区别呢 有区别 它区别的就像地盘谷煮饭的 地盘谷煮饭的骨粑 骨粑糖也不香 那我咋骨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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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香的都好吃的 这很突出的这句话